另外我们来看到这是震惊各界的消息 歌手Coco李文前阵子才因为腿部动手术出院 但是没有想到她的姐姐5号这一天在脸书发布一个噩耗 告知粉丝大众 Coco因为长时间饱受病魔还有病痛所苦 急救无效已经离世了享年48岁 当然消息一出来之后包含了导演李安 歌手蔡依林邓紫棋等人都立刻发文哀悼 不敢相信那个总是笑容很爽朗的李文 已经离开大家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散发热情活力十足 天后Coco李文竞歌热舞的背影绝响 5号傍晚李文惊传过世 享年48岁震惊演艺圈 一张张Coco李文从小到大的照片 剪影在荧幕前一一走过 家中三姐妹跟妈妈的合影 看得出一家人好感情 李文姐姐心痛的在脸书证实死讯告诉粉丝 说李文经过长时间的闭魔抗争 可惜近日病况急转直下 这个月2号在家中轻生 宋院后一直昏迷 经过医院团队的努力抢救 可惜经过了三天后 5号返魂伐术语试长辞 而这段被网友封为 生前的最后音档也曝光了 李文强忍鼻酸 叮咛粉丝要加油 因为李文先天患有左腿缺陷 今年二月底才在香港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前还自录影片要粉丝别担心 车辆在黑夜中行驶 仿佛也透露自己心中不安的情绪 他也拍摄开刀前后 附件过程向粉丝报平安 只见影片中的李文身形销售 只剩下42公斤的他就像个纸片人 双甲凹陷的模样让观众看了好心疼 影片中他化身女战士帮自己打气 不过眼间网友也发现 家属证实死讯的发文 只字未提李文的丈夫Bruce 近年Bruce遭报多次婚外情 甚至两人婚变的消息 甚嚣成上让李文搬出爱潮 巨星陨落 演艺圈纷纷发文哀悼 包括蔡依林 杨成林 张韶和徐卫宁 脸书发声吊念 要永远记得李文那灿烂笑容 俊勇在世人心中 记者综合报导 李文辞世的消息是震惊了演艺圈 不少圈内人纷纷发文哀悼 这当中包含了国际大导演李安 透过助理回复非常的震惊 因为印象当中 他是这么一位可爱开朗的人 过去李文在2000年受邀 帮李安指导的电影《卧虎藏龙》 唱了主题曲 曾经还入围了第73届的 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他也成为第一位登上 奥斯卡颁奖典礼 现唱的华裔女歌手 李安他也特别回忆了 当时李文录制的时候 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愉悦 他也难忘李文 即将登上奥斯卡颁奖典礼前夕 曾经说过的 我是第一个 上奥斯卡唱歌的亚洲人 一定要拼命地唱 好 他很难过地表示怀念他 另外呢 这个是艺人好朋友林俊杰 更是晒出了跟Coco 一起在场边看比赛的照片 写下了失去敬爱的朋友 真的好痛 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意 另外 昔日曾经跟李文同门 甚至传出绯闻的 金曲歌王王力宏 则是写下了一篇长文 哀悼好朋友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 这么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一个重要的传奇 我很幸运 并且永远感激 能够认识他这位温暖的朋友 好 其实在昨天晚间 这个李文辞世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呢 立刻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很多的粉丝听到消息 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在微博也狂刷 快告诉我是假的 因此呢 也意外地让这七个字 冲上了热搜 关键字的第二名 当然其实这个李文 除了他的开朗笑容之外 另外他的这个电臀 也是非常有名的 接下来透过这个画面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他过去呢 在节目上头 曾经跟小SPK电臀 她的臀部 她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电臀嘛 那个时代 电臀 你也会啊 十年没看到你的电臀耶 还可以吗 电臀 屁股还在 因为你有看到他早期的电臀吗 就是速度非常厉害那些 后来很多艺人都模仿他那个电臀 然后他就停了吗 他后来电臀就消失了 所以那个是要保持练还是不用 就看什么样的音乐咯 你现在的速度 这个其实不是电臀啦 这个不够快 对 你现在速度会不会比以前慢很多 可能慢一点 因为他以前是已经快到你 几乎就是感觉是你知道 模糊了 是像马达震动那样子 对 他没有一 二 三 四 他就... 就是没有拍子了 小S来吧 他刚刚意思说给他拍子 他就要... 试试看 小S了 来啊 两个了 赵一屈 不能比赛一屈 我都不得比赛一屈 所以我都不得比赛一屈 我都不得比赛一屈 这是你吗 但我好像有什么 好帝喔 好帝喔 太帝好帝喔 你好帝喔 真的耶 又是一屈再得了 对喔 小燕斯也很棒耶 當年上片綜藝節目 就是表演電臀 然後他電臀只要一出 其他的藝人那集就會 畫面很少 所以我們就很恨他的屁股啊 他當時的表現是巨星 然後不理你們嗎 他當時的表現就是一個 他說... 他為什麼就是說 你知道一直都是這樣子 那妳跟妳姐 一轉身一定翻白一點 我們就會說Coco 對 因為台灣人不太會來那一套 就是他很High啊 所以他的親熱 你們把他認為是好像太假了 對 他會說 大家好 我是Coco Lee 他那個Lead發音要很L 大發脾氣的時候 妳是會大... 我沒有發過大脾氣 真的 我真的沒有 可是妳是會擺臭臉不說話的人嗎 我覺得真的有什麼事情 讓我不開心的應該要說出來 要說出來 可是我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好 我們還要來看到這隻歌手Coco 李文在昨天她的家人 已經告訴大家她不幸離世了 但是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個李文她是在1993年 是以本名李美玲參加了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當年勇奪亞軍 隔年就在台灣出道了 1994年的6月份發行了首張的個人華語專輯 《愛就要趁現在》 主打歌曲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這首歌呢 是不少朋友心中的經典歌曲 在當時呢 其實李文幾乎每一年都會出一張專輯 人氣是很高的 專輯的銷售量突破40萬 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而她也曾經參與多個世界的盛世 在當時呢 李文幾乎每一年都會出一張的專輯 她的人氣超高 好 同時呢我們帶您看到 1998年她應世界杯足球賽 主辦單位的邀請 錄製了主題曲《顏色》 1999年李文在美國推出了 英文專輯《Just No Other Way》 好 主打歌曲是 《Do You Want My Love》 這一首歌呢成功打進了澳洲 英國跟美國的音樂排行榜的冠軍 全球突破了200萬張的銷量 好 另外李文她也是第一位 登上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現場 首位在NBA籃球賽的中場 演唱美國的國歌 另外呢也是第一位 禍邀在美國洛杉磯 華特迪士尼音樂廳 舉辦個人演唱會的華語歌手 好 當然呢 創造出無數的佳績 她的代表作《滴答滴》 榮獲了美國告示排行榜Billboard 國際最佳華語音樂錄影帶獎項 她所演唱的《A Love Before Time》 也曾經入圍了 第73屆的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 而且呢 當年 還憑著這首歌的中文版本 《月光愛人》 融獲了第20屆香港金像獎的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好 如今巨星不幸陨落 讓全球的歌迷 都感到非常的不捨 好 當然其實在昨天晚間 傳出這個消息之後 演藝圈有不少的朋友 都紛紛發文表示哀悼 好 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周慧她的發文 引發了外界的批評 她在臉書當中寫到了 本來以為近期這紛紛擾擾 再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嚇到我了 但是Coco你辦到了 好 雖然她的本意 是想要哀悼好朋友 但是立刻有網友隨即反問 你適合說這句話嗎 你辦到了 然後配上一個生氣的表情符號 好 當然周慧立刻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馬上留言道歉 她說抱歉 我自己用詞不到 同時也立刻把貼文重新再發 好 最後呢 她把你辦到了這四個字 立刻刪除了